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其余是基金会主办的向大师致敬系列 今年举办中国文学大师叶佳莹的手稿著作影像展 叶佳莹是中国诗词的大家 她教学超过半个世纪 除了台湾大学等国内学校 1979年开始 她每年往返加拿大跟中国大陆 同时以中英文讲诗词 任教生涯超过65年 今年刚好是大师90岁大寿 这个展览格外的珍贵 在百名学生面前 朗诵东方的经典作品 她是文学大师叶佳莹 年纪90仍然教学不错 诗歌我认为是不死的 诗歌是有生命的 诗歌里面有一种生命 她是不动在感动心发的 她的生命千百年以后 你只要一接触她 她的生命就对你发生作用 趋势基金会主办 向大师致敬系列 今年邀请文学大师叶佳莹 举办各展 借由影像 照片 以及手稿 回顾她的一生 他们日本有人间国宝 如果说我们如果有人间国宝 那这叶佳莹是代表心里 一定是人间国宝 叶佳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 全家都非常喜欢诗词 她从三岁开始被诗 十岁开始写词 李白 杜甫都是她小时候的玩伴 高中毕业后跟着诗词名家 顾随学习 从此展开了她的教学之路 台北大学 府人大学 以及淡江大学 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我到台北来以后 我就教了三所大学 诗选 词选 曲选 杜甫诗 另外还看一些什么 陶谢诗的 苏星词的 通通是我在教 1966年她更把诗词 带进哈佛大学 用半生不熟的英文 说李白 杜甫的故事 也在世界各地举办古典诗词的讲座 《长场爆满》 推广诗词文学的贡献 当今无人能及 当时那个阶梯教室能容纳二三百人 很快的座位就全满了 再很快的窗台就坐满人了 然后走到里面都是人了 我们在窗上挂了一两小时 就这么挂在外边就听了 这个是我 这是我大弟 当然我小弟还没有出生 高龄90岁的叶佳莹 至今依然非常有活力 兴奋地介绍诗词给观众 每一字 每一句 她都解释得非常详细 她说只要有一位同学 因为她而喜欢古典诗词 那她这一次来就没有白费 只有我们的文化 文化的传承是长久的 那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说过两句话 是以无声的觉悟做有声的事业 最后的一句话 我会想到此 这些传承词